草存正义幼儿园响应华山基金会的公益活动 有这群可爱又天真的小朋友带来开场舞蹈 不仅活泼有趣之外 更炒热现场的气氛 热心公益这个部分呢 除了说我们会关怀弱势 那协助弱势做一些内线的检查 或者是说一些慰问之外 我们跟华山基金会呢 其实长年以来我们也都有捐助年菜的这样的活动 那今天呢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捐助发票的活动 那我相信呢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直接只是抛砖引玉 希望能够来引起更多人来关注这个老人的一个照顾的问题 华山基金会本着关怀弱势长辈的心 在草存正公所中庭热闹展开公益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号召社会大众一起做公益 帮助地方弱势 在南投县各地我们其实除了在现场草存正公所以外 在南投县各学校其实也有很多的学童 在帮我们做这个发票募集的活动 那会选在这个日子 特别是因为天气最近也冷了 那每年华山基金会在这个冬天 在帮长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安渡寒冬这样的活动 所以接下来华山基会会一连串的寒冬送暖的活动 募集发票这个简单的水手之老的动作 开始一起来关心关注我们老人的所需 然后也能够帮助我们南投县的长辈能够安渡寒冬 县员蔡明轩相当希望透过本次的公益活动 能够号召社会大众一起响应捐发票 帮助地方弱势的公益活动 华山基金会爱情发票串联 然后来帮助我们的独居老人 也可以让他们度过一个寒冬 今天也想应这个活动 大家也都带着手边他们的发票 来捐给我们的华山基金会 明轩在这边也鼓励我们的乡亲朋友 你的手边如果有统一发票 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华山基金会的赞 大家也可以发挥你的爱心 一起来做公益 把你们的手边的发票捐到里面 我们一起来做公益 当然我们也用这个不一样的公益活动 来帮助我们的独居老人度过一个不一样的过年 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捐罚票是一项大人小孩都能够响应的公益活动 更是支持社福团体的重要基石 希望透过本次的公益活动 能够号召更多善先人士投入做公益的行列 接着利用生草专采访报道